最近油价刚刚下跌 正当大家欢心鼓舞的时候 有专家跑出来说 油价不能下跌的过低 如果油价过低 就会影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其实专家的眼光还不够长眼 从长眼的角度来讲 专家不能活得太长 如果专家活得太长 就会影响破仗场行业的发展 大家说对不对 说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是扯淡的 北京大学副校长 教育家思想家 季献龙先生说过 群众的眼睛都是瞎的 势力的 他们大部分时间 不会站在君子那一边 一个国家都是百分之五的精英 还有百分之五的败类 剩下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跟着跑的 不是跟着精英跑 就是跟着败类跑 所以关键不要奢望人类智商增高 而是看时代选择金字塔尖的是精英 还是败类 即使由红色商量 来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 第二个小船 太阳哥 我来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来不说 我来不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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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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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